大家好,我是华杰白奥格,今天是9月12号,我身处的地方是全国最大纳数手机批发市场,为大家讲述整齿拉罗行情。 首先是12 Pro 256G的这种每版无数单卡的机器,像这种机器呢,一些人来货也是比较便宜的,像手里拿这个机器可能说电池效率比较低了, 比如说这种拿货的比低一点就3400,如果正常市场的量机器拿货了其实要3600块钱,对比之前的降价可能说轻微的降了一点点,不如13系列降得多。 值得一提的是明天的凌晨中1点钟是把屏幕的发布会了,星期是要发布了,那么大家可以看出15的机器到底会挤出怎样的牙膏呢,牙膏可能是要挤一点,不挤点牙膏的话,新品怎么卖呢,当然新品发布肯定要需要加价,这个是14plus512G的每版有手的卡地机,卡地机就是要配合卡地使用,它的耗电跟续航呢,但还有信号方面可能说是因为的差一点点,麻烦一点,但是对比这张的手机呢,它能够省了1000多块钱,像手里拿这个可以说一个93星的一个小滑机的橙色, 电池效率呢还有96%,电池也是比较高,然后这种机器拿货呢是比较平,只要3900块钱,那是5142G的,如果是5142G的随随便便都要5000块钱了,是吧,连速价格就能省了1800块钱,这种14plus续航能力呢非常非常的挺的,但是它是没有高刷。 这个呢是1228G的火航双卡,这个机器是全原式原支援位的,就是外观程式的非常的一般,不仅外观一般,电池也一般,这就是很多的一般的正常的阿蘇手机的样貌,没有那么多什么器品的99型的,对吧,这个呢外观程式可能说其实是个大化机,电池呢83,对吧,屏幕还有点轻微的划痕,贴个膜,基本上就可以514的,这种机器来会是比较便宜的,我们是以2399给大家安排啊,当然是,主要是全原支援位,对吧,贴个膜,带个保护套使用了,比正常是机器的, 这个呢是11的,很多机器都是回收的,很多机器啊,那大家都想要电池效率比较高的,卧槽,但是我们看那些电池效率啊,感觉怎么挑个85以上的都这么难了,你看手里呢就只有一个,一个82的,剩下都是70多的,充电都有千把来次,因为考虑这些比较便宜的苹果手机啊,可能说相中的年份的比较久的,是吧,1819年了,到现在都有三四年了,你指望电的效率还很高,电池不做损耗,那肯定是比较少的,如果电池有些比较高的精品啊, 官换机啊啥的,而价格来说,也比正常的二手贵个两三百块钱,这个是三星的一个Food3,这个是512级的一个版本,是外版的单卡,然后这机器是改装过这个TB联名的,这种机器拿货呢是非常的便宜,这个机器拿货呢是三千二百块钱,对比正常的市场价呢是便宜了好几本,边框呢是有点轻微的Gobo,但是正常使用呢也是非常的不错,这个不刷一个系统感觉确实有点难用啊,这三星的手机我感觉各方面呢,还是系统比较简洁的那一种,其他方面呢感觉,对比一般的正常安卓, 感觉有点不习惯,如果说不是三星的,总是粉丝可能说系统有点不习惯啊,这个是平板的一个最原始的一个PRO,这个平板的PRO呢还有四养生器的一个特点,这个机器拿货呢是三十二级的只要呢,五百块钱拿货,屏幕有点轻微的背光,PRO对比一般的可能说同价位的平板呢,他感觉说处理器呢各方面更先进一点,主要是价格也是非常划算,然后去看个电视啊啥的,一定只有五百块钱嘛,对吧,可能去调比较金比较高的,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其他机械真实拿货行情呢, 大家可以在评论下留言,你们的问题呢,二哥都会以详细的回复,感谢了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